之后又要再到新竹交通问题无法克服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国民党也强调党务主管搭专机绝对不是常态 这个情形基本上不是比较常有的 我们通常的大原则尽量是交通工具 我们自己党务人员自己能够能够抵达的地方 我们是自己先行前往 台湾卫生部门日前决定开放进口美国牛肉 及备受争议的牛内脏 在党内引发了轩然大波 外界质疑最后拍板定案的马英九办公室和安全部门 目的是希望换取美国对台军购和免美签等优惠 由于所有抗生素和尔蒙都囤积在牛的内脏里 造成疯牛病的变异弹也大多在内脏中 此外牛脑毒素致病率高达66% 即随致病率高达25% 因此医学专家认为 食用牛内脏会威胁人类身体健康 而这也使得台湾进口美国牛肉及内脏的谈判 迟迟没有定案 但是23号台湾卫生部门突然宣布 将开放进口美国带骨牛肉 外加备受争议的内脏 有知情官员24号透露 卫生部门并非决策机构 谈判是由马英九办公室与安全部门主导 一直到八九月间 当局的底线都还仅是开放带骨牛肉 不包括绞肉及内脏 但从最后公布的这个结果看来 显然当局在最后阶段做出重大让步 有媒体指出台湾安全部门是希望换取美国对台军购和免美签等优惠 不过台湾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玉表示 要建立保证民众健康的机制 我也会请卫生署要强制进口商 建立一个确保我们使用安全的强制保险制度 随时扁的女儿陈姓渝赵建林夫妇 代言其代写广告漏报所得税 被台湾的税务部门要求补税及罚款 台湾最高行政法院日前将陈姓渝的上诉驳回 陈姓渝败诉定验必须补税和交罚款 张建明陈姓渝夫妇申报综合所得税 漏报了其代写广告代言费 税务部门在查获之后 要求陈姓渝补缴143万元新台币 并罚款87万元新台币 但陈姓渝夫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年7月判决两人败诉 陈姓渝再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原判决并无不当 驳回上诉 陈姓渝败诉定验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 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 机场却高达15座 近年来大部分机场的客运量 都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特别是只经营台湾内部航线的机场 下滑的幅度更大 其中平东机场的今年前七个月下降的幅度就高达79% 那么台湾机场为什么会出现客运量下滑的趋势 台湾航空业界又采取哪些措施来弥补这样的下滑趋势 今天就这样一些话题 我们邀请到了台湾的两位嘉宾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以后